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感情线的位置的高低 那么感情线的中端,也就是尾端 如果是指于食指跟中指的指缝下范围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位置 指缝往下画一条垂直线 到智慧线和指缝之间 这一半的距离,这个终点 感情线的尾端到这个终点是刚好的距离 比较适中的 那么这个呢,就表示其人感情丰富 感情比较稳定,品德比较高尚 为人也是比较诚恳 那么友情也是比较成真 如果是感情线的终端比较高 超过了这个范围 比如说它的感情线走着走着走着 往上走了 那么这个表示其人的感情上啊 对于友情及爱情的感受啊 会特别的强烈 那么爱情含蓄而且专一 选择配偶的条件呢 比较注重这个内在美 所以说大多数能够获得比较令人羡慕的 美满的婚姻 我们说为什么要天文尾端要上窍 就是这种啊 那么如果说是感情线的末端啊 非常的高啊 已经往上延伸到指缝了啊 延伸到指缝表示其人感情丰富 而且呢偏早熟啊 为人慷慨热忱 大多数啊 幼年的时候啊失去父爱 就是早年的父亲容易离家或者丧父啊 青少年呢 那个容易得到朋友的帮助 那么但是中年之后呢 恐怕是有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的困扰或者是受朋友的拖累而破财啊 正是因为这个项礼当中啊 项礼恒真里面所说的 这个乱文散除指缝者啊 百事破败啊 就是说这个有乱文冲入指缝啊 是容易有很多事情出现破败 啊就是刚才讲的 中年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爱情的困扰 或者是朋友的拖累而破财啊 这是感情线的末端 这个两种状态啊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